沈凡星迷迷糊糊 好像是睡了一会儿 不知道被扔在哪里的电话 响了起来 伯景川将手机递给了他 喂 公主殿下 公主家棉里的礼服和首饰 都已经完成了 您使我手过来试一试 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改一改 好 我一会儿过去 好的 挂断电话 伯景川这个时候 从外面走了进来 说要送他去 我以为你还要玩很久 这次就这样一击毙命 如此轻易 甘心吗 不甘心 叶晶云是最不值得放过的人 她身上带着几条人命 甚至将母亲 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甚至痛下杀手 如果可以 我的确想好好折磨折磨她 但是情况不一样 贝蕾贝西就算是公主 也是王室血脉 一直拖下去 外婆的决定 会犹豫的 而且马上就要元旦了 上次我离开之前 叶晶云买了医院里的人 做了假的亲子鉴定 虽然我已经让唐俭做了准备 但我猜测 她们应该是想要放到公主加冕礼上折腾的 虽然当场抓住她们固然解气 但是 仔细想想 最近真的是没有太平过 从来没有好好地参加过任何一场宴会 这次的公主加冕礼 我只希望她能简简单单 顺顺利利地进行完 固然不能再给她机会 留在加冕礼上捣乱 最关键的是 我现在怀孕 时间越长 我不确定 她们会不会把主意打到她们身上 多留她们一天 我和孩子们危险就多一分 反正结局都是一样的 早点结束 我也算是早点解脱 多留她们一天 你就多看她们一眼 别到时候我连你是被她们恶心的 还是孕肚都分不清 也免不了我苦恼 早点结束 早点回家养胎 好好相夫教子 沈樊心实在是忍不住笑了 笑什么呀 没什么 就是在想 我该怎么想你 莫名的 叶晶云母女的事情 完全被抛出脑后 等她掩掩有些反应过来的时候 车子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这次的事情很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怕我一生都会活在 艾瓦的支配中 一辈子都不得安妮 不用感谢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 完全无私地帮你 孩子无辜的 而且是王氏的血脉 这其中两个原因 另外 你是叶晶云的眼中钉 是我这次带走你最大的原因 她想利用你的孩子害我 而我也能利用你怀孕的事情 反击回去 这句谢谢 受之有亏 你完全不用这么坦诚 为什么要让人觉得 你并不是一个好人呢 做好人多难啊 我不主动害人 但是不代表不害人啊 我小肚鸡肠 牙子被爆 为人阴险 手段很辣 所以所有人最好都别惹到我 一旦惹我不高兴 我一定会回忌报复的 一个好人 他能随心所欲 不假思索的 做出这种事情吗 并不能 好人做99件好事 一件不尽人意 好人人设前功尽弃 坏人就不一样了 哪怕只做一件好事 他就有可能被人记一辈子 找什么 都把 帮助 帮助 帮助